今天我们这里下雨了 你们那儿呢 近期收到了很多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给我的私信 说想看一下我这个小药的全貌 当然最关心的还有前几个月 我种下的这些花花草草长是怎么样 今天趁着下雨我给大家拍摄一下现状 我身后呢是我们今年春天种下的七颗葡萄 现在呢整事难好 旁边这个户外轮胎卦表呢 大家有没有担心 我是做过防水处理的 现在再大的雨也没事 你看现在早时呢依然是准确的 像我这些矮的呢 这是前一段时间我种下的经建 在我左边看呢 这是空心蛋 之前呢在这种的是服务营和祭菜已经吃完了 这个铁盆里边呢是我前几天种下的韭菜 你看现在长得也很快这么大了 这个热鬼呢也是做过防水处理的 当然这个轮胎是不怕水的 上边这些呢不是胶粘的 是用丁着丁的 下雨也没有关系 下边呢是一个金属和铁壁的也是防水的 现在我们再来这边看一下 是我一个月之前种的大葱 这是我们今年春天种下的一棵苹果树 看下边呢已经结了两个小苹果 这些呢我们做的草坪前一段时间呢长得太高了 我拿茧子给它嚼短了 现在是高啊 不漆 这一片呢我们做的是丝果辣椒 还有板林南瓜 看这呢长了一个小丝果 下边呢这是辣椒 你看这颗呢已经长了几个 我们种的这颗香分呢 又长这么大了 我左边呢是新种的韭菜 右边呢是之前种的小葱 我后边这一片区域呢 之前种的是生菜 现在已经吃完了 这是我们春天种的一棵山楂树 看这呢还结了几个小山楂 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关注订阅收藏者呢 我们下期见 拜拜